欢迎总理女士方华 我很高兴再次同你会面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下述眼镜 各国相同则共进 封闭则各退 团结则共进 分裂则各退 终于两国应秉持渊远流长的思路精神 从历史维度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上面的关系 推动国际社会求同化义 扩大共识 让古丝绸之路构筑的东西方交流之桥 幻发出新的时代光彩